而在一片官司阴霾当中 小S的姐姐传来了好消息 在昨天下午三点半 顺利剖下生产了一个宝贝女儿 老公汪小飞还陪着她进产房 妹妹小S跟妈妈以及婆婆 都在产房外等候 听到小孩平安生存的那一刹那 全家都感动得袭击而起 传简讯报平安 然后很开心 说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了 妈妈哭点很低啊 她一定就是看到婴儿那一刻 让全家哭成一台好开心 大S在刚刚烧走的时候 在微博上po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可以看到夫妻俩露出幸福的表情 而宝贝女儿受气的脸庞 还有长长的四肢 被外婆取名叫做长腿妹 王小飞还夸说 女儿长得好漂亮是个正妹 根据了解大S预产期原本是月底 不过因为最近感冒身体不太舒服 以前判断小婴儿体重已经足够 所以提前捧腹生产